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吴是同意我的意思 同意的话发个Five 很多媒体都报错 他们一直在写是充公充公充公这些手表 其实不是充公 在我的文章 在我的直播 我之前就讲过了 这些叫扣押 或者是冻结 如果你是钱在户口的 我们就用冻结 如果是物品 是汽车 是你个人的一些文件 这个就叫扣押 它不是充公 政府不可以随便 警方也好 执法人员也好 像这次不是警方 或者是关税局或者是SPRM 但是不能来到你的办公室 我要充公这个 我要充公这个 打包拿走 这个是违法的 它只是扣押 你要充公 就是这个东西 充公什么叫充公 我充归国有 就叫充公 充归公有 就是把你私人的东西 变成公家的东西 叫充公 你要做这个行为 是要有庭令的 你要有你的理据出来 就像OneMDB 它冻结了很多户口 冻结了很多包包 可是这些包包 最后都还给那几个老婆 那些户口 最后都还给他们 总检查书也没有上诉 原因是什么 它冻结了 它想要充公 可是法庭不给它充公 所以它就要还回去 所以充公是要法庭 庭令的 那调查 那扣押 或者是冻结 是不需要法庭 庭令的 只要它在调查阶段 它认为是证悟 是不法所得 是不法所得 所买的东西 它就可以扣押 扣押 所有权还是你的 只是你暂时不能用 因为我们要调查 你哪去 我怕你去销毁 我怕你花掉这个钱 所以我扣押 所以媒体 真的不要再混淆 不要再用错字眼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会极大的误导民众 所以不要再用充公了 我刚才看新闻 三个讲充公 两个还是一个 我忘记了 讲扣押 扣押是对的 充公是错的 不要说充公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不是警察去扣押这些手表 也不是在一个地方 是全国一起大扫荡 在一两个礼拜之前 一起全国大扫荡 然后扣押了这些全部彩虹系列的手表 然后这个竟然不是内政部 也不是警察 不是警察去执法 有人报案说 这个是偷的东西 或者是这个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 我去 你要去跟他抓起来 卖这些的人 不是警察 也不是贸销部 你卖了不恰当的东西 不合乎规矩 不合乎法律的东西 是贸销部 结果是内政部的执法组 内政部有一个 就是内政部 因为内政部有什么权利 你懂吗 内政部有权利可以颁布 你这个东西是不适合的 会破坏我们国家安全 比如书 经常都有的 你这个书是 不适合在我国刊印的 所以我要扣押你的书 我不给你卖 我要跟你的书收回来 不给公开接收到 所以这些执法组 就是内政部出了这些预令 然后他们去做 因为你本来没有犯法 你会错误 会犯法 是内政部做的决定 所以内政部有本身自己的执法组 所以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件什么事情 是内政部本身认为这是错的 虽然他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但内政部觉得你是错的 所以他就叫自己的执法部队 去扣押你的东西来进行调查 他扣押了之后 他要进行宪报 错在哪里 你不可以这样随便扣押的 这是完全错误 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你违反哪里一条法律 你是不是要宪报他作为违禁物品 这些彩虹色的手表是违禁物品 这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在还没有宪报出来 或是宪报了我们还不知道 他就已经破开了天了 这是第一点我要给大家所知道的 那第三点我们就讲这个事情会发生 首先我直接说结论 很明显这个事情就是政府想要走中间 两边都讨好 最终是两边都不讨好 这是我一直都在抨击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拜托你一定要选好你要走什么路 你要走保守你就敢敢走保守 你不要走中间 你走保守好过你走中间 你走中间是死路一条 因为两边都会觉得被你出卖 你两边的票都拿不到 我们当然希望他坚持开明 因为你一开始是开明的 也是因为开明我支持你的 你不要做了政府 你就跟我说你要变保守 或者是走中间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变开明 但是政府很明显 一直想要左右逢源 要顺德哥来又不失扫意 所以他想走中间 但我跟你说 这绝对是死路一条 最终肯定会变成两边都得罪 得不偿失 为什么会 我说这是这样子的情况 我现在就分享给大家了 那现在这个课题 很明显是很荒谬的事情 你想一下 是不是跟纳吉时代 Bersee在如火如荼 全国都在展开的时候 你穿黄衣变成有罪 在霹雳州有人穿黄衣被抓 在布萨加亚有人穿黄衣被抓 还记得吗 你抓黄衣的人 理由是一样荒谬的 你说穿黄衣是岛政府 所以黄色都是岛政府 黄色的官方颜色是黄色 那你说黄色是岛政府吗 所以就是这样子不合逻辑 同样的 为什么现在他充公 这个彩虹色的手表 因为性少数 就是LGBT 同性恋 多性恋 双性恋 我们统称LGBT 性少数 称呼性少数 是比较中性的一个词语 这些性少数 他们的标志就是彩虹旗 为什么是彩虹旗 因为彩虹有七种颜色 表示着我们可以包容你 各种各样的理念 所以是一个开明的象征 所以这个手表被说 因为有一些LGBT的明星 也有推广这一只手表 所以然后他又是彩虹色的 那他们就跟这个LGBT 性少数挂上了沟 然后就说 你这个是不宜买卖的 所以我现在来扣押 然后想要充公 或者是要禁卖你这样子的产品 这不是很荒唐很荒谬的事情 难道彩虹 彩虹是不应当的吧 你如果认同这样子的理居 有些人可能不支持性少数 很讨厌性少数 或者是鄙视性少数 有这样子的人 如果有时间我会谈一下 我的看法 也有独有问我 我关于这些性少数的看法 因为他的儿子 他也发现他儿子是性少数 然后又来问我的意见 我有给他一些看法 我当然不会说是谁 我会general的跟大家谈 但是我们讲完这个课题 如果有时间 我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对性少数的看法 但是你不管你怎么样 讨厌他们 你怎样鄙视他们 这是他的选择自由 就像开演唱会 现在COOPLAY 要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回教党反对他来开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就是因为他其中一位乐手 还是主唱 我不是他的粉丝 我不知道了 其中一位乐手还是主唱 他也是性少数 所以回教党就挂钩 因为你是性少数 所以你来开演唱会 就是宣扬性少数 同样的荒谬 所以你不要双重标准 演唱会你就跟我说 你很白痴 演唱会关于什么宣扬性少数 我也讨厌性少数 所以演唱会 不管是演唱会可以开 那手表你现在 我看到很多喜地的人说 我讨厌性少数 所以这个手表不应该推广 你想一下 就是回教党的思维 所以不要把自己变成 你所讨厌的那个人 你不要换了位置 换了脑袋 不要双重标准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可以明白 当然有人会说 尤其是喜地的人 盲目支持着 他们怕政府丢失政权 因为喜地喜得太粗脸了 他们怕丢失政权 所以他们会无底线 只要政府 这个政府可以继续做政府 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这个就是喜地人的无耻之处 他们会找很多理由 我相信大家现在都看到很多理由 就是 政府是开明的 他们没有像红律师讲要走中间 甚至要去竞争保守 没有 他们是开明的 这些是支持国盟的小拿破仑 那些官员制作主张 自己做的决定 不关内政部长塞福丁的事情 不关联合政府 是这些官员自把自为 因为他们支持西盟 他们跟着西盟的理念 他们支持国盟 他们跟着国盟的理念 他们是保守派 所以不关政府的事情 是不是看到很多这样子的 然后他会跟你讲 他会拿 你看政府现在暂停执法了 现在消息传出来 政府暂停执法了 证明政府是开明的 错的是这个小拿破仑 我告诉你 讲这些话的人 就很明显是毫无底线洗地的人 毫无底线洗地 就是我刚才说 你根本就是拿一个废的理由来讲 首先你想如果这个事情是纳吉做的 像我刚才讲的 为什么当时你不讲 不管纳吉的事 纳吉哪里会怕黄色 是这些警察交往过正 这些警察在看他们的老板的脸色做事 为什么不这样子讲 如果现在是国盟政府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会说是小拿破仑做的吗 不会 所以不要双重标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这样子全国大扫荡 你说内政部长不知道 内政部长让他的手下自把自为 其实内政部长是不想要这样子做的 是他的手下罔顾他的命令 或者是瞒着他来这样子做 那这个内政部长可以下台了 我们还要这样子 不称职的内政部长来干嘛 那你内政部长辞职谢罪吗 没有 有发生吗 没有 所以从这两点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多么的荒唐的一个理由 而且还有 为什么我们会说它很荒唐 首先 这个我们直接进入这个暂停执法 今天消息出来 说内阁已经统立暂停执法 所以很多的起地人拿这个来当理由 来当借口 说不关西盟的事情 不关联合政府的事情 是小拿破仑吗 我刚才讲了 那我问你 暂停执法已经宣布了 这个手表已经扣押了 这么久的时间 这个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那你说内阁有决定 这个消息是哪里来的 大家去找新闻 在我直播之前 我还特地去看新闻 还没有正式的消息出来 这个消息是消息人数 引述内阁的决定 说内阁已经开会 决定暂缓执行 所以内阁开会决定暂缓执行 是真的假的 我们不知道 还没有正式的出来 我当他是真的 那一个问题来了 为什么你已经做出决定了 不马上宣布 我们做错了 sorry 我退回给你 我不能让你卖 我造成你的损失 我赔偿给你 这是应该的 你不可以乱乱扣押别人的东西 然后说一句sorry就没有事情 人家是做生意的 赔偿 为什么这个应该做的事情没有 原因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他想走中间路线 这个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他们已经有了决定 但是他们想 哎呀 错已经错了 我们就不了了之 谁是造货者 是谁做的 我们不管这个课题 我们就给他静下来 就这样子 这是我最担心的 所以政府 拜托 做错事 出来认 不然你只会让人更加失望 千万不要想着两面讨好 世界上没有这样好的事情 而且保守跟开明 是两个极端的东西 是没有中间可以选择的 你中间就是两边都不讨好 对方保守认为你开明 开明认为你保守 所以不要蠢 当然 第二层就是你不可以去跟保守竞争保守 你是输给回教党的 比如演唱会 你可以说不开吗 你就算你说不开演唱会 保守选民也不投给你 因为回教党比你站在更前面 当你说不开演唱会 他就跟你说 所有演唱会都不可以 电影也不可以 你可以跟到他这么近吗 所以你跟他比保守是死路一条的 这一个logic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所以第一层 你可以看到他在走中间路线 这个所谓的暂停执法只是一个消息 而且消息是由谁传出来的 不知道 然后如果你说他做了决定 为什么要on hold 不马上宣布 说会暂停执法 其实今天中午就消息出来了 但是为什么不直接公布 全国都在关注这个课题 已经越演越烈 越炒越热了 为什么你还保持这么 完全不合逻辑 所以大家思考一下 就可以知道 那第二点 你说是执法错误 那你现在要怎么样 你扣押的手表 要不要退还 要退还吗 所以现在他要不要退还 像我们刚才说 其实很多报道都说暂停执法 但是也有一个消息说会退还 我看了这么多新闻 只看到一个已经决定 退还这些手表 所以你暂停执法 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你用暂停执法 来当作是政府开明的例子 那你其实是在打脸你自己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执法完了 他全国扫完了 手表都收去了 你不能卖了 我现在暂停 不就是等于我强奸了你 然后你不追究 你以后不要再来强奸我就可以 我不追究 这样子的情况 不是很薅小很白痴吗 所以为什么不马上归还 为什么不退还 当然现在有消息说要退还 我希望他们退还 而且不只要退还 要赔偿证明你是错误的 不可以随便这样冻结我们的资产 比如他突然来我的家 怀疑我的车是贼车 我们比如说吧 我的车真的是贼车 你有证据或者是你怀疑 那你拿去可以 可是你拿去我的车 六个月我不能用我的车 我买了一辆新车 这六个月的损失你后来发现原来是你搞错 你要抓我隔壁或者是抓我对面的 我对面是干大哥 不要讲对面我隔壁现在没有人住 我们就用隔壁 干大哥不要生气 你要抓我隔壁的 然后你看错门牌来抓到我这边 这样你是不是要赔偿我 这个就是正义 要体现正义 可是现在要怎么样解决都不知道 我的某学长某YB 火箭的某YB 刚刚傍晚的时候我们还有聊天 他说他出一个文告 这个文告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他其实我刚刚也看到那个文告了 但是他在出之前就有跟我讲 在出的时候 他说我刚刚出一个文告 压力很大什么什么 他就说不要去竞争保守 其实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我不懂他有没有看我的直播了 有的话发个嗨某YB 某YB他里面呼吁 呼吁这个政府马上退还 所以意味着什么 政府还没有想要退还 对不对 政府的议员呼吁政府来退还 所以这个某YB也是欠鸟的 大家知道他是谁 为什么 以前骂马华就是这样子 你马华的呼吁什么 你在政府里面的直接做 你呼吁代表你当家不当权 有看过这个论述 行动党骂马华的独有 发个五 那现在你也在呼吁 你是不是告诉我们 你行动党当家不当权 一样的逻辑 所以用这个理由 你看是多么的废 多么的废 然后第三 如果是小拿破仑 那你要不要惩罚这个小拿破仑 你说我是部长 我不想这样子做 这个小拿破仑 比如部门总监 部门总监是很大的人物 部门总监自把自为 那你是不是要set掉这个部门总监 你要他辞职谢罪 影响这么大 而且假传圣旨 但现在有这样子的迹象吗 没有 完全没有 更扯的是 这些洗地者会自己脑补 说是国门的支持者 比如这个总监是国门支持者 他来害西蒙 哇 这样子的人在政府里面 那你还点点啊 你为什么不直接砍掉他 不直接叫他道歉 不直接开除他 所以你不这样子做 很明显 第一 部门施责 如果不是部门施责 就是你部门本身 是保持这样子的看法的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消息传出来说 暂停执法 他是说内阁议决 并不是内政部长 收回这个指令 因为没有经过他 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别 大家思考一下 就可以知道在哪里 所以你思考了这五点 开头我讲了两点 后来讲了三点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些洗地人 是一点理据都没有的 他们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都是别人错 做错的一定是国门支持者 然后忽视了 政府本身的错误 政府走在错的方向 政府想要竞争保守 政府想要两面讨好 然后他一直在姑息 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找理由是最容易的 就算你给老婆打 像我老婆打我 家暴我 我可以说他是爱我的 只是今天他做工 比较忙比较累 他心情不好 他来大姨妈 对不对 你要找借口是最容易的 自我催眠是最容易的 装睡是最容易的 但是拜托不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这样子是让我国沉沦的 是让我国沉沦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所以拜托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政治利益 为了大局 我们为了阻止回教党执政 所以我们知道做错了 我们也不能认错 我们也不能开除 不要给他抓到把柄 你这样子 你就是想要两面讨好 你想要两面讨好 这个结果就是输得更弹 这个是败局不是大局 很简单的逻辑 如果你还是听不懂 我不会尝试花时间去叫醒你 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讲题 关于我对性少数的看法 有机会跟大家谈一下 我有很多性少数的朋友 我不会歧视他们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歧视他们 所以有机会跟大家谈一谈 但我们今天第一个讲题 就讲到这里 休息一下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用剪刀 把它给剪开 把这个排骨糖都消瘦倒出来 再来剪开第二包 那么过后记得要加100毫升的这个排骨糖 这个排骨糖都消瘦倒出来 谢谢大家